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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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大家好 歡迎來到數位訊號處理器 然後這個單元 第七個單元要介紹 TMS-C2000系列的DSP 也叫做MCU 然後基本上在從這個單元開始 我們要介紹如何來使用 美國德州儀器 C2000系列這一個處理器 那嚴格說起來 有些人叫做微控器 但是我想在微控器跟 數位訊號處理器之間 在硬體上設計 有一些共同的地方 所以在本課程當中 我們就用C2000這個系列 來做一個使用的說明 好 那我們來看下去這個單元 我們要講的內容 首先我們會提到 我們課程單元的學習目標 主要是我們要來比較 美國德州儀器 TI所研製的DSP晶片之間 它的系列 不同系列的特點 以及差異性 然後接下來我們會導覽 本課程所將用到的 TMSC320F28027 這個MCU的晶片 好 然後我想 最後我們會介紹說一些 我們在DSP晶片 在開發上所需具備的一些 基本的知識 好 然後我們 第一個開始我們要介紹 我們德州儀器 它DSP系列 有哪些 好 那TI DSP系列 主要是 TI它是 一個全球性的一個 類比跟數位半導體的 IC設計公司 好 所以它DSP的總列 比較完整 主要有以下系列 主要是有 它有一個C2000 C2000系列的這個控制平台 主要用在控制部分 接下來它也有 用在低功率的應用上面的 C5000系列 最後它也有 屬於性能最佳化的一些 另外一種系列 就是C6000的平台 主要是我們這邊會介紹 這三個平台之間的差異性 好 那首先 我們來看C2000 它主要是低成本 因為它晶片價格比較便宜 可以用在一些控制上面 例如馬達控制 或是一些converter的控制 然後主要是用在馬達控制 儲存裝置 以及數位控制系統 都可以用C2000 這個 這個chip的平台來實現 然後C5000 主要是用在低功率 低功率 基本上它有最佳的MIPS 就是說 每百萬 每秒鐘百萬指令 好的單位 它的每單位的這個 所使用到的這個 就是它每個體積 所使用到的瓦 瓦數基本上是比較低 所以基本上它是使用在一個低功率的應用 所以它可以用在無線電話 或是網路音樂播放器 或是說我們要常用的數位相機 以及數據機 或是一些通話技術 之左右 網路通話技術這樣的應用上面 最後C2000 它是用在效能比較好 或是簡單使用的一些應用 例如說我們要做一些影像處理 或是視訊處理 這樣比較需要效能比較高的運算的話 例如它計算比較複雜 可以用這種C6000來實現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C2000 首先 那大部分的C2000 這個系列它的型號 它內建都有快閃記憶體 就是我們講的Flash 這項特點是 所有TI DSP裡面 系列中 C2000它基本上 這個系列 它就都有這個Flash在裡面 好 所以它有 除了這個之外 它C2000它主要設計概念是說 它包含了大量的周邊 大量的周邊設備 支援 包含說我們剛才講的Flash 或是說我們這個高速度的這個 類比數位轉換器 或是Watch Dog Timer 看門狗 或是說高精準度的麥寬條變 PWM的產生器 所謂這些東西 都是為了 讓它之後可以再做一些 控制上的應用 所以它包含了很多的周邊 讓使用者在用這個chip之下 就不需要在外面做很多的電路 直接就一顆All-in-One 就可以把很多的一些周邊處理的電路都 都處理掉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C2000 那C2000基本上我們代表型號是 TMS320F2810 或是2812 所以它這兩個系列它有150MHz的高速運算能力 它的時脈是有150MHz 然後它還包含各種特殊功能的周邊設備 所以你可以用在馬達控制 或是一些工業自動化控制的領域 而且它成本很便宜 chip的成本很便宜 那我們這一門課 基本上就是以C2000為出發 然後本課程用C2000 這個裡面的一個TMS320F28027的晶片 來實作我們這門課數位 訊號處理器的各項實驗 所以往後面的課程我們當然會介紹到說 如何使用整個開發平台 來設計我們濾波器 或是來製作我們的快速複利的轉換 甚至一些PWM這樣的實際的應用 所以該晶片我們在TI裡面 其實它叫做微控制單元 就是Micro Control Unit 簡稱MCU 因為它包含了一些周邊的控制設備 那我們接下來看說 它基本上它是整合了高效能的類比處理 脈寬條片我們剛才提過了 所以你可以透過程式化的方式 可以來設計我們的脈寬 以便在於說做一些馬達控制 或是說一些Invert控制 因為早期我們知道說 如果你要做PWM的話 基本上你還要設計一些電路 控制它的脈寬 那透過這樣的晶片 我們就可以任意去設計 我們的程式化 我們這個脈寬條片的方式 好那我們來看這個2000系列 它基本上它應用的範圍其實很廣 那我們看它可以用在一個這個再生能源 或是一個數位Power部分的應用 或是用在這個行車系統 或是用在我們的Smart Grid 或是PLC的應用 或是說一些照明設備 或是一些馬達控制 那這些都是應用 都是目前美國德州儀器 他們這個產品設計上 它有用到一些應用 我想如果各位使用上 有這樣的相關的產品 你可以都可以用 C2000這個平台來實現 好 那C2000系列規劃 在他們本身公司規劃 基本上有三種 一種是Piclo 或是Delfino 或是Consetto 那基本上這個Consetto 之前是這兩個 那我們這門課主要是用Piclo這個系列 你可以看到說它基本上 它也有提出一個 這種有服務點運算單元的這樣的版本 就是說它可以減少40%原本的定點運算所需的cycle 而且更為好用 或是說它有加了一些這種 你可以選擇是否有這個CLA 就是代表它有Control Load Accelerator 它可以增加80MIPS這樣的運算能力 或是說它可以加上VCU 就是說它有這個Viterbi的 這個Complex Math的 unit 就是說它有一些 多一些75道數學指令 讓你這個chip它的效能更好 所以這邊它可以看到它的規格 從40MHz到80MHz 它記憶體多少 這邊都有寫 所以它主要C2000有這三個系列 那我們來看C5000 那C5000它主要是用來低功率的設計 所以使得這個系列 DSP 比較適用於說我們的一個無線通訊領域 例如說我們剛才講的一些手機 或是一些數位相機 所以它一般處理的速度 一般可以到80MHz到400MHz 這樣的速度 好 那5000系列它一般都使用雙電源 所以它的核心電壓跟它的周邊電壓 都不同 然後它的具有封裝小 而且低功率的性能優勢 所以可以用在無線通訊的應用 例如說智慧手機 或行動音樂播放器等等 好 那5000系列基本上它主要分的 54X跟55X兩種 在處理上可以做到600MHz 而且消耗功率卻可以降低到 0.05MW 好 那晶片上集成各種的周邊設備 包含我們剛才講的一些 這種串列腹或平行接口 還有技術器等等 好 那C6000它是高效能 就是說它性能最佳 所以它處理的速度通常是到800MHz到2400MHz 可以用在做一些特定用途的一些高性能處理器的應用 好 所以它基本上也有一些同步的一些 有一些周邊設備 例如說同步的串列腹或是HPI等等的一些接口 好 那C6000基本上它可以用在一些無線基地台或是遠端數據服務 或是家庭安全系統或多通道電話系統等等 各位同學 在這單元一開始 我們介紹了美國德州儀器 C2000系列以及C5000系列以及C6000系列 它不同的應用的差異性 那本課程單元當中 我們會用到C2000系列的 主要是因為它比較便宜 而且操作上比較方便 而且它含有大量的周邊控制的一些介面 所以我們可以在往後做一些控制上的應用 我們可以用這樣C2000系列的晶片來實作 好 那接下來我們會提到說一些比較細部的 例如說我們接下來會進入我們所要用的那一個 C2000系列的某一顆IC 做更細部的功能介紹 好那我們來看下一個部分吧